儿童全力公约指出 每位儿哨都应受到公平对待 然而歧视却经常发生在特殊需求儿哨生活中 家福基金会公布最新友善共荣儿哨相处问卷调查 对于特殊需求儿哨 约有三成儿哨有负面观感 超过九成在态度行为受家长影响 家福基金会针对友善共荣儿哨相处的这个议题 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调查 其实我们都知道友善共荣是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在我们实际调查中发现 至少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孩童在这个部分 其实在相处上面跟一般孩童相处上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孩子其实都会被取一些绰号 或者是在一些 就是在合作上面通常都会有一些很大的议题 那另外一个很特殊的发现就是 家长的态度非常明显的是影响到孩童的一个行为 只要孩童有某种不管是正向还是负向的行为 它其实在家长的这个部分是呈现一个相同的比例的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整个 整个是一个需要从学校社会还有家长 以及儿哨自己的一个态度跟行为上去做起的话 才能够建立一个更友善共荣的一个态度跟概念 而友善的教育中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在一个平等的学习的机会 也就是在这样的孩子在一个空间当中 一个教育环境当中 他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被尊重的一个学习环境 也就是不歧视的原则 这也是符合国际儿童人权公约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家福基金会在国际儿童人权日邀请轮椅女孩雪莉 一人高山峰与儿子恩恩 儿哨代表文英佐 呼吁关注特殊需求儿哨心理健康 每一位孩子都应在免于暴力与鼓励参与环境中成长 一般的儿哨他可能在生活上比较需要一些旁人的协助 那可能他有一些比较多的需求 那可能在不了解或是有一些误会的情况底下 有一些儿哨可能会觉得 跟这些比较有特殊需求的儿哨 相处起来是比较需要费更大的心力的 但其实这就是缺乏理解和同理的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这些特殊儿哨的需求 和他们所经历到的 那我相信儿哨们就可以更去理解 或是更能去在生活中协助这群儿哨 其实我自己会在过去可能会有觉得说 为什么这些儿哨可能会比较特别 或是他跟别人为什么不一样 但是在可能是跟他相处的过程中 会慢慢了解他自己可能是有哪些地方 在生活中哪些地方遇到困难 甚至他其实受到很多的 在生活中受到很多的阻碍 或是一些困难的地方 那其他儿哨可能是不了解他的 但是在听过他的故事之后 我就比较能理解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有遇过例如说可能是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他自己的可能会比较敏感一点 或者是对别人的言辞 他可能很容易就是比较往心里去这样子 那就是在跟他沟通的时候 可能就会特别去注意自己的用词这样子 比如说上课要分组嘛 一些报告的话 然后很容易就会听到一些同学 就会跟老师抱怨说为什么要跟他一组 就是跟他一组很讨厌 然后我想要跟他一组之类的话 然后也有一些同学是会动手的 或者是言语上面有些攻击 像是言语上面的话 他们可能会说我是怪物啊 我怎么跟一般人不一样 那攻击的话 有些是直接动手的 所以这种经验算是蛮多的 就是一开始会想要去改善这个状况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就会渐渐的讨厌去上学这件事情 会逃避 就会想要在家里面 然后情绪上面也会有一些影响 就是会容易想哭 然后小时候有曾经想要自杀过 算是影响我蛮深的 我觉得敏感占很大部分吧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跟特殊儿童相处过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和我们相处 可能会怕冒犯之类的 对 我是觉得就是把我们当作一般的朋友 这样子去相处就好 因为虽然说就是我们其实也知道 身体方面有一些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但唯一不同就是 我们只是需要多一点点的帮忙而已 如果能以平常心去跟我们做相处 那当然是最好的 那有些人就是他可能会害怕受冒犯的话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太过于去害怕 因为其实像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跟我们有交流的话 其实可以问 我打个比方好了 有些人可能会想知道我的状况是什么 大家可能又不敢问 但是其实我是可以被接手问的 那我会建议大家说 如果今天真的想要跟一个特殊的同学交流的话 可以又想要知道他的状况的话 可以问他说 我方不方便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 因为如果想说 以后你可能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也可以帮忙你这样子 其实这种交流是蛮友善 而且双方也是蛮舒服的状态 家福表示 透过儿少视角 从孩子本身 看见家长 学校 社会 对特殊需求儿少的态度与行为 在共融的趋势下 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呼吁可以从引导认识 友善尊重 接纳培育 鼓励接触等方式 一起成为特殊需求儿少 心理健康守门人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友善奉荣好生活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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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